其实这几年的考研过程中所体现的A区B区的区分是越来越淡了 尤其这几年B区的一些神术重点院校以上的高校 其实在学科建设、学校建设、人才建设和专业的发展方面 其实是发展的比较好的 尤其跟A区的一些神术一般院校 刚刚拿到硕士点的院校相比 他的研究生的教学质量当然很高了 而且高很多 尤其B区有一些历史悠久的高校 在资源的积累方面 的确是要比那些A区的新星的新贵们要强很多 好 我